老公,不好了不好了,我妈说还要你再加三十万彩礼,不然就不让我们结婚,你说怎么办,真是急死我了 什么情况,我不是已经给了三十万彩礼了吗,怎么又要加三十万,你妈是不是拿我当晕大头了 我妈不是那个意思,老公,你说怎么办,我也不能跟我妈做对吧 婷婷,你把你妈叫来,我问问她到底什么情况,为什么又要三十万 她都没跟我说原因,行,你等一下 没一会婷婷找到了妈妈 高强,我本来就不同意你和婷婷在一起,如果想娶我女儿,你就得再给三十万 阿姨,你啥意思啊,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三十万的彩礼,你也同意了,当时我就把现金给你了,为什么又要加三十万 这不是我小儿子准备买房子了吗,你给的三十万还不够啊 婷婷他弟弟看上了市区一套一百二十平的房子,首付要六十万 不是婷婷他弟弟买房子跟我有关系吗 阿姨,你不会有变卦吧,做人要讲诚信啊,你现在这样做也太不厚道了吧 什么厚道不厚道的呀,再说了,怎么不关你的事了 婷婷他弟弟买了房子,我和你叔叔到时候就跟他弟弟住了,婷婷不得给我们养老吗 那你一开始为什么不说清楚,现在彩礼都给了还搞这么多要求 老公,你别这么跟我妈说话可以吗,有话好好说,我妈也是为了我好 就是啊,高强,我养了这么大的闺女嫁给你,要你六十万彩礼,怎么了 我闺蜜的女儿出嫁的时候,彩礼一百万,还有一百克拉的钻石呢 人家是家里有矿,我可比不上人家 妈,你别逼太急了行吗,让高强跟他爸妈说说,看怎么办 行吧,你赶紧和你爸妈商量商量吧,未来女婿,我可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老公,你先跟你爸说说,我再劝劝我妈 哎,遇到这样的丈母娘,算我倒霉 高强没办法,只能跟父亲说明情况 爸,婷婷他们家突然要加三十万彩礼,你说怎么办 儿子,怎么突然又要三十万呢,他们家胃口可真大呀 爸,我也不想啊,是婷婷他妈说的,做人一点诚信都没有 算了算了,你们下个月都要结婚了 不结婚的话,亲戚们怎么看我们这个家,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爸,那三十万我们去哪里弄啊 儿子,咱家老房子要拆钱了,上个月就发通知了 下个月,咱家可以分三套房子和二百万现金 当你和婷婷结婚了,就把存折给你,还有房子写你和婷婷的名字 爸,你怎么才告诉我,可是我不想再给三十万了 这件事情千万别告诉婷婷啊,要是他妈妈知道了咱家拆钱的事,肯定要打败主意 爸,我知道了,我待会就找婷婷他们谈谈 没意会,高强找到了婷婷 婷婷,你妈在不在,我有点问题想问她 我的好女婿,你是来给我带好消息的吗 阿姨,我是真心想娶婷婷,但你突然多加三十万彩礼,我们没那么多钱 我不管,反正你再给三十万彩礼就行 不然你就别想娶婷婷,三十万都拿不出来的人,婷婷嫁过去也不会幸福的 妈,求你别拆散我和高强,我们是真心相爱的,你就不要再让她加三十万彩礼了 女儿,这不关你的事 不是我们家拿不出三十万,而是你们太不想诚信了 之前给了三十万,现在再加三十万就是六十万了 阿姨保证这是最后一次了,你把钱给阿姨,明天我就和婷婷她弟去市里交首付了 你也能和婷婷安心结婚,我也准备当外婆抱孙子了 阿姨,我希望你说话算数,这是最后一次了 这次我就看在婷婷的份上把钱给你们 我的好女婿啊,肯定是最后一次 于是高强又回来找到父姐说明了情况 爸,你把三十万打我卡里吧 你这未来丈母娘怎么是这种人呢 我看婷婷这女孩还是挺好的,不然我肯定不答应 说好的事情怎么可以变卦 爸,我也是一肚子火,说什么要帮她弟弟买房子 算了,爸给你打一百万,反正差钱款有二百多万 让你和婷婷结婚后,就去把那三套房子过过到你们的名下吧 一套给婷婷,两套写你名字 爸,我知道了,下午我就去把钱送过去 结婚重要,然后婷婷家不要再说什么气话了 先把婚事给办了 知道了爸,你放心吧 没意会,高强再次来到了婷婷家 老公,你来了,我妈在屋里呢 婷婷,我刚刚去银行取了现金,卡里转不过去 待会你跟我一起回家见我爸爸 老公,我都听你的,我的好女婿来了,快坐快坐 阿姨,我把三十万取出来了,你点点 女婿,你这说的是什么话,阿姨还能不相信你吗 未来丈母娘说的好听,可手上却开始赎起了钱 姐夫你来了,小伟赶紧给你姐夫泡杯上好的龙井去 阿姨,钱对了吧,茶我就不喝了 我准备带婷婷回去住几天 过几天我带我爸一起来谈谈婚事 两家人坐在一起聊聊 没问题,没问题,都听你们的安排 我待会还要跟你弟弟去看房子,准备交首付 停去,你就跟高强回去吧 对啊,姐夫,你们就别操心了,好好安排你们的婚事吧 妈,把钱存银行啊,不然这么多现金不安全的 你这丫头有什么不安全的,一会就拿去交首付了 那我们走了 等等姐夫,我有个同事是你们村的,听说你们那里拆迁了呀 是的,有这么一回事 拆迁分了多少钱呀 女婿,你怎么不跟我们说一下 姐夫,我听说你们家拆迁款可是有两三百万,还有三套房,是不是真的 这个跟你有关系吗 哎呦喂,我的好女婿呀,拆迁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我们说呀 我让婷婷去你家帮忙看看有什么可以帮的 是啊,老公,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我说一下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我爸刚刚才和我说的 你爸真不是个东西,自己儿子都瞒着 高强,不是岳母说,你爸,你爸肯定把你当外人了,现在才告诉你 阿姨,你咋说话呢,我爸对我好不好,难道还要你来告诉我吗 姐夫,今年我们一起去你家呗 问问你爸,你家分的三套房子在哪里 是啊,女婿,趁着今天胆紧把你和婷婷的事情定下来 我去和你爸谈谈嫁妆的,反正你都给了六十万彩礼了 婷婷的嫁妆肯定不能寒酸了 这个就不用了吧,我爸今天没什么空的,拆迁的三套房子就在市区 老公,真的呀,那拆迁款多少 好像是二百多万,反正我也不太清楚 我爸说了,一套房子写你的名字,还有两套房子写我的 真的呀,谢谢老公 好女婿,你们家三套房子真在市区吗 那小伟正好要买房子,你家三套都在市区 那我儿子就不用买房子了 阿姨,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没清明白 你今天给的三十万彩礼钱,你拿回去吧 阿姨之前是想考考你,是不是真的爱我们家婷婷,你表现很好 高强,我一开始就很看好你,婷婷嫁给你不会错的 阿姨,真的假的呀,这三十万你不要了 有三十万就够了,阿姨怎么会要你六十万彩礼呢 妈,你怎么回事啊,那我怎么买房子 首付要六十万你忘记了吗 你这个傻儿子,快点谢谢你姐夫 妈,你这葫芦里卖的啥药啊 你姐夫不是分了三套房在市区吗 你姐一套,你姐夫一套,剩下的不就是你的吗 好女婿,这三十万就当小伟买你的房子了 一套房子最少上百万,你让我分一套房子给小伟 是啊,妈,你太过分了,怎么可以这样子 阿姨,这不是好好在跟你商量吗 姐夫,我也同意,这样我就不用还贷款了,以后压力也没这么大 你同意有个毛用啊,阿姨,你太过分了吧 你在考虑考虑我的好女婿 婷婷,你看看你弟和你妈到底什么意思 我的好女婿啊,难道你不想娶我女儿了吗 我把三十万退给你,你只要给小伟分一套房就行了 你真搞笑,我家拆迁分的房子为什么要给你儿子 姐夫,我妈也是为了我好,去市区买一套房子怎么也要一百多万 你给她六十万彩礼钱也只能交个首付 是啊,女婿,我退三十万彩礼给你 你给小伟一套房子行吗 妈,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我还没有嫁过去,你们就这样了 我实在是搞不懂你们了,除非你把彩礼钱都退回来 我可以跟我爸商量一下 老公,你真的答应了 妈,我同意了,你赶紧把六十万彩礼都退给我姐夫 儿子,那你以后买车怎么办 没事,你退回去给姐夫就行,至少以后我不用还房贷了 我自己赚钱买车,不然六十万交了首付,还要每个月还月工呢 那行吧,女婿,你把这六十万拿回去吧 你们真是太无耻了,我警告你们,这是最后一次 如果再耍赖,那这个婚事就这样算了 婷婷,希望你理解我 女婿,你放心,这次肯定不会出岔子的 是啊,姐夫,这次肯定不会出岔子 老公,你放心,我妈和我弟弟在反悔,我也饶不了他们 那我回去跟我爸商量一下 未完待续,接下来看这对母子又会整出啥样的幺蛾子 点赞加关注,下集更精彩 我现在就要不要说了,这次肯定不会出岔子的幺蛾子